每逢重要的日子都会看到他们的身影 从来只做配角 默默保护着旗帜 肩负升旗的重任 他们就是护旗队 因为我们军人 无论好天下雨 我们都会升国旗 除非是打暴风球 或者有类的领导 我们下大雨 京门大雨都是照样去升的 黄熙 2002年入职治安警察局 到06年进入护旗队 在护旗队工作将近10年 挑战过高度不一的旗杆 也遇过不少突发的情况 但幸运每次都迎刃而解 我是属于升旗首 怎样可以在一支国歌 圆的时候 我们的旗就刚刚上到顶 就是要不停地训练 还有要默契 你刚才说到风促 因为我曾经试过正日 我们升旗的时候 拉突然下很大雨 和很大风 其实本身你个人 站在台上都站不满 但我们都尽量克服地去应付了它 尽量完成了它 完成了之后 其实我们两队人护旗队 和升旗首都湿了 在这个时候完成了之后 但是观众和很多观众都给我们赏声 我们有一个非常之高兴 完成了我真的很高兴 我本身是很高兴的 压力有很大 因为感受我告诉你 就是全场静了 就看着我们的旗首就开始准备升旗 那时候你只会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伏伏地跳 但是我们都要克服到 平时每日每个星期都有个训练 升旗的训练和步骤 特别的步骤训练 我们都会加强 来应付我们现在这些大日子的升旗意识 相信很多市民都会有疑问 是不是加入了护旗队 就不用出去巡邻呢 王熙就说 除了每日金莲花广场的升旗工作之外 护旗队每日都要进行体能训练 并且会派员到街道巡邻 工作与其他警员分别不大 比如山巴、新马里的旅游重点的区域 我们都会派员巡邻 其实我们的工作与外面一般的警察 是没有什么分别 只不过我们的重点要排在升旗的仪式 升旗唱国歌 三个格式唱国歌 是新马里的旅游重点的 是新马里还在看 是新马里的旅游重点的 是新马里的技术 是新马里的技术 是新马里的那些 获得是新马里的节目 是新马里的 realise �哥在星马里的仪式 是新马里的事务 下次各位看星旗的时候 不妨多留意护旗队的身影 感受一下他们对护旗以及星旗的执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